分手16年后 再看黄晓明秦岚各自的境遇 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2002年 黄晓明接了一部无偶剧《还珠格格3》 不仅凭借其中的小剑一诀 变得小有名气 而且还跟知话秦岚走到了一起 只不过爱与彼时秦岚公司有规定 谈恋爱必须上缴1000万的违约金 所以两人也只能暂时维持地下情 直到后来黄晓明在外拍摄不慎受伤 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秦岚这才沉不住气 匆匆赶去医院照料 这段恋情也就此曝光 只不过令人想不到的是 此事竟成为了两人分道扬镳的伏笔 彼时秦岚见黄晓明已经没什么大爱 便想回去继续拍戏 毕竟不能让全剧组等自己一个人 可此举在黄晓明看来 却是他没那么爱自己 或许是有这部分原因 之后没多久就传出了两人分手的消息 与秦岚分手后 黄晓明就遇上了李飞尔 这段感情并未维持多久 就宣布以失败告终 之后黄晓明本想继续自己的追爱之旅 不曾想却落入了养颖精心设计的陷阱 最终搭上25亿后 黄晓明才得以脱身 而经此之后 他便学聪明了许多 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反观秦岚就不一样了 与黄晓明分开后 他没给自己留一点空窗期 直接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方面 当然除了将事业发展得如火如土外 在感情方面也与路川有了新的进展 尽管最后两人不了了之 但这并不影响秦岚去追求下一位真爱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秦岚身边已经有了魏大勋的陪伴 而他也因此成为了无数女生羡慕的人 直到目睹黄晓明与别二盖茨跨界交流后 才明白他当年为何会说阳影配不上自己 或许不少人都知道 黄晓明当演员赚了不少 但却显扰知道他背后还有个商业帝国 早在2006年时 他先是在爆火之后成立了异星传媒 之后他又敏锐察觉到华谊兄弟这个公司存在巨大潜力 最终他以低价购入其股票 成为了股东中的一员 而华谊兄弟也没让他失望 多年后成功上市 让其身价暴涨50亿 只不过单单这些还不够 在接下来的几年 黄晓明又携圈内的几位好友 做起了红酒珠宝等生意 利用自身明星效应 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我确实在投资上还是有一点天分的 我的眼光是特别准的 所以在娱乐圈里边 大家都说我的投资是比较成功的 所以在得知这些后 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黄晓明的问题 能得到比尔盖茨本尊的回复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即便黄晓明如今已经有了够多的财富 但他却没有乱花 反而多半都拿来做公益 武汉疫情时他在 河南暴雨时他也在 河北洪涝灾害时他还在 除了做公益以外 黄晓明还致力于电影创作和导演工作 不仅会精心挑选剧本 而且还会亲自参与剧组等筹备工作 确保拍摄顺利进行 最终他这份专注认真的态度 赢得了观众和点评家们的认可 虽然从前的黄晓明因为离婚和拍摄霸总剧 没少被人们吐槽油腻 但如今的他却是成功去游 甚至后来一件事的发生 还让人们对其彻底改观 直接改口成他男神 若若问一句 现在粉黄晓明还来得及吗 都知道这几年直播带货很火 不少明星看到其背后的高额利润后 也纷纷加入其中 只不过人们见过直播送粉丝零食的 也见过送手机送平板 送武林宏光小轿车的 但是直播送粉丝房子的 黄晓明绝对是头一个 可以说这重粉程度 比当年李湘给粉丝送了一辆14万的国产车还要炸裂 起初人们还单纯的以为黄晓明送的是居住权 那曾想他竟直接将房子过户给了这位粉丝 要知道这趟房子可是位于武汉市中心 且不说其108平价值118万 更别提里面都已经装修完毕 什么家电之类的也是一应俱全 本来人们还想骗自己 称这是他们的内部人员 领取内定的福利而已 但谁料中奖粉丝竟当天就飞去了武汉过户 并且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动态疯狂感谢黄晓明 人们这才彻底破防 纷纷懊悔之言 现在粉黄晓明还来得及吗 但事实上人们都只看到了眼前这件事 却殊不知黄晓明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豪横充粉 比如此前他过生日时为回馈粉丝们的厚爱 就大手笔地送出了钻戒 钻石手表和金项链等等 每件单拎出来都价值十几万 再比如近日由他主演的电视剧好事成双正在热播 一粉丝只是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自家小狗对黄晓明手中小黄鸭的拜拜视频 那曾想竟会被黄晓明看到 更让这位粉丝没想到的是 黄晓明竟真的说到做到 仅隔一日就给狗狗送来了一箱小黄鸭 这样一位真诚又亲民的偶像 又有谁能忍得住部分呢 从现在开始说不定下次的好运也会有你的一份